3.9,7月13日星期五 在去年的7月13日 就是看這個版樓車王沙 看完之後去天耀的街記吃飯 就是我們去這個屯門 就是河福堂兄弟站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VCity都去看 就是看今天註冊 其實註冊都起碼大約需要十分鐘至十五分鐘之間 但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小時 我在這個註冊裡面來回了兩次 為什麼我會來回兩次呢 首先就是 即是九點半 即是我九點四十五分鐘 立即到這個學校 即到我一下真的上去圖書館註冊 但註冊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順利的 因為當我檢查頭髮的時候 就說我後面那側頭髮貼領 太長 就說我前面那側頭髮就免得過 免得過 免得過 但我後面那側頭髮就不能過 拍不到照片之前也轉不到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他說 他說我現在剪幾天 幾天再回來註冊 再回來註冊 再回來註冊 我去到北光 北光就是剪頭髮 發覺我經常光顧開個間剪頭髮 今天休息 今天休息 那間剪頭髮 因為那間剪頭髮 休息 閃了門 被我找到幾間 私人在電梯那間剪頭髮 就有一個私人的剪頭髮 即是私人的剪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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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剛巧 即是那個時候是比較少人 都是算少的 我即是看到 在裡面有一個人剪頭髮 而外面有一個人在等 我就即是 不理會那麼多人在等 他就看見我坐在那裡 他說 欸不好意思啊 年輕人 沒有什麼剪頭髮 你走 當他說了一些話之後 在途徑這裏的途人 都覺得他在罵我 然後他說走 為什麼有生意都不做呢 為什麼要趴我走呢 難道這間剪頭髮 不歡迎青年人 不歡迎中學生剪頭髮 難道你這樣 覺得賺的錢比較少 但是這間剪頭髮寫明 他說小童 成年人 長者 中學生 都可以剪 剪髮寫明 不是只有主婦才可以剪 這間到底是什麼店 有生意又不做 趴人走 難道你想 和朋友聊天 所以趴我走 還是不知道我想趴我走 於是 於是就沒有理會就走 走 有生意都不光顧 還有趴人走 笑 總是說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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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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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快戶的那間日式單剪 借這個專門店 你又要等 又要等 有兩個 兩個白 一個剪頭髮 剪光了頭 我就要求他剪到我後面的汁 他說不要跳鏡就可以了 剪了15分鐘 只剪了10分鐘左右 剪完之後 馬上去註冊 終於PASS了 PASS了之後 註冊成功 拿了一張收據 看了自己日到什麼班 我來年中午就留在A班 我仍然都是不A的 死A之後不A 留在A班真的很好 但是看到很多人都跌進C班 其實是追的 其實 如果你跟我說 想入A班 還是C班 我就不想入C班 雖然你說 A班 始終都會被老師打 但是A班被老師罵的次數 往往都會比C班少 你要明白這一點了 又吵 又專心不到聽書 所以我不會堅持進C班 所以我不會堅持進C班 不過我進了A班 留在A班 很棒 好像說你全級 第60名以內 就會進C班 不知道是否 不知道是否 70多里想留在A班 全級70多里想留在A班 可能性不大 就是 這個註冊完 之後 在這個坦日坦 到A班 流沙大河 又熱 成30多里的坦 然後 剛好 真的剪一塊的時候 那個女的子女 一直跟人聊天 你沒想到 我就覺得你好像拿了 我認為只是拿了 她 她 在下午12點左右 就去天堯 去KFC買飯 已經多人了 因為都已經放學時間 剛好 在這個 排隊 看到一個小學同學 不過這個小學同學 只有維持一年 而且這個人的變化 那個 內心性格的變化 程度比較大 在一個小學三年級 跟她同班 不知道小學三年級 小學四年級 我跟她同班 我是我 那時候 我認定她是我的兄弟 即是兄弟 後來不是 後來她說 後來她隔了一群人出來欺負我 因為她不是兄弟 真是弟 我認得她 不過她不知認得我 她只是沒有過眼 為什麼 不好意思 做完兄弟之後 立即變成了 契弟 一做完兄弟之後 第二年之後 立即變契弟 一定不會有好事 一定會有好事 發生 怎麼都不會有 然後 接著 接著 1點鐘左右 去銅鑼灣時代廣場 這裡 剛好就有這個 超人特攻隊 那個 展覽品的展覽 首先 我要去 出隊 都要很久 因為 你想想 整個銅鑼灣地窄比較大 搭廣東線 去柴灣方向 升五網 下一個方向月頭 在上面 下機出口 就是市場廣場 走過去 都起碼 兩三四分鐘左右 好累 上到來 即是看完 拍完之後 走過去香港站 都起碼 四公里 曬黑鑽一個場 要暴走在太陽那裡 唉 即是看 在之前看到 在這個平山鄉的 沿村附近的停車場 即是西鐵路鬼 那裡 發現了一架方塊的巴士 原本很想走去看東西 今晚我見不到 一個門口 我不知道那個門口在哪 我也進不去 但是有人盯著 我說不想去 算了 當我在這個灣仔 金治 應該是海港中心那裡 不知道是不是 我那中心上 那是天橋 要繞過很久才去到金治英國的場 因為這一帶 正在行的沙中線工程 實在是沙中線匯展站工程 今晚被我撞到貴佬 然後他突然跟我說 Do you can speak English 然後我突然想 我突然想 他問我 懂不懂英文 你只問我懂不懂英文 為什麼不懂英文 因為很差 對不起 還是你都問我過英文 還記得看到我馬上就說 Do you can speak English 說一句話 你跟我說 說一句話 進去C班 你對我來說 有些大挫折 尤其是C班比較吵 你要心裡準備 以往也有一個C班的經驗 我一定很熟悉 原本是一個 就是F1至F4都是A班 但現在中文已經變成C班 所以說是一個遺憾